本所于15日12时许,接获银行通报 王姓老翁林贵预费款新台币20万元自陌生账户 疑似遭诈骗,袁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主诈 王明起初向袁警表示 因为要资助儿子的女友开设家具行,因此费款 为袁警听后立即向其儿子查证 警察没有这件事情 袁警立即再次向他询问 王明才向袁警表示 因为在网路上要投资股票,因此要费款 袁警立即告知这是典型的诈骗手法 并且劝导他千万不要上当 在苦口薄心的劝说之下 王明最终恍然大悟 成功保住了积蓄 也感谢袁警的阻诈 并且表示以后绝对会很注意 不会再上当 王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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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